同學看一下喔 這個直線上的兩個點已經給我們了 所以實際上呢 這個2.4裡面這個x1y1 跟這個x2y2呢都已經給定了 那這些數字呢你不要弄錯的話呢 代入這個2.4的公式喔 我們這2.4公式我們還是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y-y1除以x-x1 那他就等於呢 這個y2-y1除以這個x2-x1 好這個就是2.4他原始的公式嘛 所以以我們這題來說的話呢 這個通過這兩點直線的方程式呢 就是什麼呢 好這條直線呢就是y-y1 y1是4喔 他底下是x-x1 x1是3 那他就應該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y2 y2-3嘛 好這裡是y2 然後底下是x2 然後減掉什麼呢 減掉上面是y1是4 然後減掉x1是3 好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呢就把這個直線方程式求出來的齁 那不過2.4的這個形態齁 你如果寫這樣子的話呢 怪怪的齁 因為為什麼因為右邊是一個數字喔 所以通常這個右邊呢 我們就把它算出來了齁 這個2-3是-1齁 上邊是-7齁 所以他是等於7齁 那有時候呢我們就把它呢 寫成y-4齁 它等於7乘上呢 x-3 写成这样子的话呢 它又变成点斜式的格式了 点斜式的格式 那如果呢 点斜式的格式呢 这个题目还要再要求的话 就再把它处理成一般 这个直线的形态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7x呢 再给它乘进去 所以呢 这个最后这个直线方程式呢 它就是7x-y呢 再减掉17 这个等于0 就把它处理成像这种格式 那通常呢 写到这里就OK了 处理成点斜式的格式 回击分里面点斜式的格式呢 它更常用 它更常用 写到这里就好了 那一般以往有一些同学 他这个从这里到这里 不是一项错了 要不然就是这个正负号搞错了 反而把最后答案弄错 所以这个 通常我们就要求同学 你就把它做到这里就OK了 处理成点斜式的这种格式